好,今天真的剛剛抓了兩個負責人來討論 剛好我們三個負責人也在 你的同場,我們見到一個嘉賓 當然啦,這個我尊重 最尊重的駱Sir 很開心 駱Sir你知不知道什麼大名 這個我知道 駱Sir是駱偉文師傅 很出名 前一陣子弄一個武術show也很成功 很多迴響都是我都有去 你也有去 要支持這些 最重要的是我去不到,但我Facebook一直都看到 多謝你們支持 現在的Facebook我也是 有兩件事很熱的 要不就是駱Sir 要不就是駱Sir 要不就是這裡 這樣 駱Sir沒有當派玉 當然是什麼出名 劍 來到這裡當然是 講解一下劍 可以可以 讓我們的後輩學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劍 大多數 一般人見到中國劍 又切切又博咧咧咧 有沒有說其實它的用法是怎樣 大部分 對呀,因為它 跟你講 又切切 博咧咧 所以用起來 與其他兵器有分別 嗯 分別大 我們或是 一會兒 拿一把真劍 我們示範一下 因為這裡有這麼多工具 對呀 因為最重要的是 真劍和表演上的劍 其實是差很遠的 所以有份量才顯得功架 好老實說 剛剛我走過 比時間關係 對呀 我這些有準備的 對呀 剛剛我走過 我看見劍架 這麼多種劍 其實我都不知道哪些 大哪些 我以為石製人家 去電視劇電影劍 這麼簡單 我看見還有其他不同款式 是啊 譬如我們這裡 家福老闆就說 他這把 就是太極劍 有什麼不同呢 它是軟的 是提供給普通練習時使用的 當然沒有殺傷力 所以比較安全一點 用來練習 就算是中老年人士 劍身也比較輕一點 所以操控起來 學習會好一點 譬如你現在手上拿著這把 它有些不同 這把 都真真地了 為甚麼呢 它是硬的 硬的 沒有剛才這把那麼軟 很明顯就是 這把 這把 就不是初學 沒有基礎的人士 可以不能動 因為它的份量也挺重 為甚麼它是真真地 因為它是沒有開封 它是不利的 所以都可以作為日常練習 練手力的劍 就是這樣 其實我看到 平時的劍 以為尾尾很短 對 這個想不到可以這麼長 這是不是兩隻雙手握的那隻 其實劍的長度是不一樣的 大家都看到 劍有幾種 第一 就是我們稱為單手劍 但是單手劍可以有雙劍 即是每隻手握一把單劍 另外 有雙手劍 它除了有單劍的靈活之外 它還可以多加一隻手 它操作起來 它有另一種用途 用法 這樣 大家在鏡頭裡 有沒有留意到 駱師傅的手腕的轉動 因為大家可能只集中在劍 但我馬上看到 駱師傅的手腕很柔軟 我發現人們經常說 駱手腕有問題 其實練劍是有幫助 對這個 我們可以示範一下 這把就是 阿猶生 有一把 這種是比較早期的 戰國時代的劍 跟我們現在常見 經常練習用的劍 有些不同 我們拔出來看看 麻煩你拿一下 大把很多 這把除了雙手劍之外 我們看到很明顯 它厚一點 劍身高一點 還有 重一點 這種劍 早期戰國的劍 它建立一個作用 就是用來撼劈的作用 撼劍 手腕 手腕差不多不轉 用整個身 全臂的力 劍下去 我還想走開一點 對 劍身重很多 厚很多 作為直接交鋒的用途 怎樣叫交鋒呢 譬如這把 它有把劍 兩邊 鋒利的地方 碰在一起 叫交鋒 好 這種 以前比較古老的劍 它是作為一種 直接交鋒的用途 好 後來 我們年代 一直發展 去到宋朝 宋朝之後 譬如清朝 那些劍 就越來越輕 它比較薄 開始就是成這隻型 這樣 當時叫做宋劍 後來發展到清朝的劍 它 那個趨向就是輕 為什麼呢 我相信 跟他們日常 很多人說 君子 配劍 托著把劍逛街 托著把劍逛街 好像不太瀟灑 好像比較像練力 這件事 只是副綁而已 我自己拿 自己的褲看不到 好了 譬如 Adam說 你薄切切 有什麼用呢 我想說 技術上應該會不同 好了 如何補救這個薄切切的 不是缺點 可能是好處 劍後來發展 就要劍走 輕靈 哦 原來 它飛一下飛一下 很瀟灑地 捉了你一下 你也不多覺 反而 你拿著這麼重的兵器 挖來挖去 可能 還沒有劍 它又走得這麼快 所以劍 就要走輕靈 哦 這個意思 想不到原來劍有這麼多學問 我以為只會在這裡 自知自知 但我想問一下劍 會不會配合有氣功之類的劍 我們武當劍 其他劍我就不敢說 武當劍 他注重氣道 劍尖為之標準 所以都是配合氣的鍛鍊 你經過練劍這個過程 我們全身的氣血都會混轉 哦 即是不是說 好像一般我們知道 練把劍 就不是的 劍 在我們道士來說 劍其實是一種法器 它是用來做法事 它不是單單用來 就是要打打殺殺的 哦 還有 我們當然 大家可能都聽過 劍是讓我們的道士 用來先練 哦 用來練長生不老 那怎樣練 那就是 都要練氣 由劍尖帶領體內的氣 可以示範一下 怎樣氣到劍尖 做兩下給我們看看 好嗎 其實呢 我實在走開一點 不用 我們運劍的時候 我們叫做走劍 走的時候 我們以劍尖領意 劍尖就好像武師的大頭佛一樣 我們那隻師跟著大頭佛走 劍尖有指引作用 就帶領我們身體內的氣 這樣我們如果要發的時候 發勁 嗯 劍呢 聽到伏了 對 勁呢 一定要達到劍尖為標準 這樣 嘩 真的 這樣 距離看 現場感會豐富很多 壓迫感 上次我都說過 所以有時候台下 或者上網看的 是看不到什麼 最好就是現場親身體 對 那會不會說 如果跟不同的兵器交量時 那個效果會不會又不一樣呢 是啊 我們劍呢 他有獨特他自己的性質 他沒有劍的方式 和其他兵器都有分別 尤其是他體型所限制 他對著一些重型的 譬如這些 譬如這些 譬如是 不夠重型的 關刀 嘩 重到那種 譬如一些很猛的 即是棍子 哦 這樣 他都有不同的 噢 有不同的操應方法 不可以說 硬碰硬的 碰上去就吃虧了 這個真的要學一下東西 嘩 你好像想事不宜遲 你想說 是的 我們可以示範一下 好 那有沒有棍子 我們拿一支棍子來示範一下 有時間關係 一樣東西都想買 駱師傅 其實一個兵器的位置 如果我們拿出街 即是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要 是否需要一些 器皿的袋子 可以帶著它出去 是的 其實我們這些功夫譜 都有很多選擇 當然不是這樣拿著 把劍出街 好像很威風 當然是比較含蓄一點 如果不是 無謂令我們香港的警隊難做 絕對 當然我們練習的劍 是沒有開封的 可以帶出去 但是也要 最好用一個袋子 入住它 除了方便攜帶之外 不要太張揚 不要太張揚 不要說 好 好 現在有支棍子在 我示範一下 不知道這個鏡頭 可否拿得那麼多 譬如這樣 劍只是只有這麼短 這麼薄 很輕 我們用劍時 注重劍走 輕靈 劍要靈活 還有劍走的時候 人也要走 即是說人也要輕靈 你看看這支棍 這麼長 這麼重 這麼硬 它一撥撥下來 譬如我把劍掛著 這把劍有兩面封 只可以這樣壓下來 是沒有用的 所以用劍的時候 儘量避免跟對方的重兵器 直接交鋒 那怎樣呢? 要走 譬如它有一支棍 它撥下來 我要在旁邊拿它 在旁邊拿它的要害 不會跟它直接交鋒 譬如我擋它 是沒有可能的 你嘗試拼下來 用力拼下來 這樣駕 是不是很笨 我們沒有可能這樣駕它 叫劍走輕靈 除了人和手腕 還有身也要走 沒有了 如果真的開了風 還要身可以走 譬如我做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我們打劍 通常有一色 叫做推槍望月 逢是打劍的 都會懂 這個推槍望月 是什麼意思呢? 我大概那個 那個色是這樣的 叫做這樣的 原來它是這樣的 對方有一個重兵器 譬如這支棍 它打橫地掃過來 打橫地掃過來 嘩 那支棍這麼長 要走位也很難 如果它直接掃過來 譬如在那邊掃過來 掃過來 架它是沒有可能的事 這個兵器太重了 那怎麼辦呢? 我可以這樣說 即是它比較聰明 講得比較聰明 當它掃過來的時候 我不擋它 那怎麼辦呢? 縮下 它掃了 過了 將它 叫做推槍望月 所以我們的色 是這樣下來 向下 兜 等它的棍子在上面過 我還要倒下一個頭 為之推槍望月 這樣的意思 就是專門刪在那些要害的位置 以及 不是很多保護的位置 譬如眼睛 眉心 所以專門刪在喉嚨 這些沒有什麼保護的位置 沒有什麼骨 還不用砍斬的位置 現在剛才拿著這東西 原來是每次可以足以致命 這個原來是可以這樣做的 還有我也聽過劍專門打脆弱位置 有時候連這些手腕、手筋都可以打 是的 還要來幾下 那刀又如何拆 好 我們不如講解一下劍有其他特性 麻煩你拿著這個 好 我們在家福這裡 我看到 這裡有一把東洋刀 它是很幼的 但它與劍有分別 這把東洋刀 一邊是鈍的 所以我們用手壓下去也可以 是的 而且 它是彎的 方便 拉過 拉過 水平湯 湯 但是這把劍 它兩邊是封 你不可以用手這樣 用來助力 它不可以 而且它是直的 它都撒砍 以及拉過 幫助不太大 力學沒有這把東洋刀那種力學 那麼好 不過 我們中國劍 送劍、清劍 它有一個特色 它兩邊封 有一個式 我們在中國劍裡面叫崩劍 崩 好大威力 那是怎樣做法 它砍完之後 然後,尋爭坐碗,把劍奔回上來 這個,對著刀最好用 劈下去,再奔回上來 好像很狡猾 劍也是比較聰明 那要示範吧 好的,現在你拿把刀 拿把刀 這把刀也是刀 這把刀的刀 我真的這樣看 其實,崩那一下的力量突然爆出來 是的 那一刻很厲害,一想那一刻就是 我們劍,隨著身色,一路游走 不過這個崩劍,是直接的反應 它刀下去之後,砍完 直接就崩上來了 所以,它起到一個突發的作用 而且,只是有一個竅門 就是尋爭坐碗 那把劍就彈回上來 就是出其制勝 敵人,他不太遺異的時候 好像有點危險 譬如,他出劍,出刀,砍下去 好,隨便吧 身體出來 我攻,是嗎 或者你攻 好,落下去 突然間就崩上來了 出其不易 出其不易 或者它擋 我就崩上來了 一坐碗就崩上來了 當然,不是限於上落 它還要打橫,崩點,崩點,崩點 崩點,崩點 叫做崩劍 它是比起,我們有些彎的兵器 譬如刀,是有優勝之處 就是這樣 我想再說一件事 就是,譬如那把刀 它好像一支棍一樣,打橫掃過來 但是刀,它掃得過來 拿到我的位置 已經很短了 路程已經很短了 距離已經很短了 譬如我用我剛才那招 叫做推槍,望月 然後,向下距離 向下距離 不行 劍尖,不能碰下去 我明白了 因為我進了你的位置 因為距離太短了 讓它進了位 那怎樣 原來我們還有一招 叫做推槍,望月 不過是比較辛苦 整個人 剛剛刀到上來 還有,前一陣子有個學生問我 他問我 為何我見人去表演劍的時候 他都不是向前刺 他向下刺 他向下刺 原來我們最不經常保護到 例如我們臉部 可能都要戴盔甲 身全部包著 手也有護手 腳 膝頭 下面的軟骨 很少有戴盔甲 原來就是這樣刺 所以我們打劍 通常有一種 叫神龍擺尾 神龍擺尾就是這樣 那把刀來,我也不理會 我便刺到膝頭下面的軟骨 因為刀法很多時候都是弧的上身 對 這樣去 這樣便一縮 便打距離 剛剛刺到沒有保護的位置 還有,把劍這麼軟 這麼輕 這麼薄 不是很硬 都可以拿進去的位置 就是軟骨的地方 就是這樣 這樣 其實真的很大壓力 為什麼呢? 現場可能不知道 那個劍尖法 真的很恐怖 哈哈 我們再試試其他東西 好 再回來 說了那麼久 當然要刷一下劍對劍 即是隔一下劍 其實怎樣呢? 如果 你剛才所說的 輕靈那件事 對一件同樣是輕靈的事 會不會有些不同的手法 或者措施 好啊 我們劍 最基本的 有個 用法 叫尿 很簡單 就是這樣 這個尿 基本上 它有什麼作用呢? 它不是 那麼刻意將對方的劍擺動 不是這個意思 它只是一個擾亂 擾亂 承虛而入的意思 只是這樣 所以 我們練習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有尿劍 當然 我們劍 很多時候都會有個叫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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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連續的 尿尿 尿尿起上來 作為一種誤導的性質 尿 尿 一種好法 叫做點劍 點什麼呢? 點手腕 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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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和劍的交量多數都是這樣點 是的 都不是多數的,只是看情況 其實劍對劍的時候 始終我也是這樣說 都是避免直接硬碰硬 就看誰的身法輕靈一點 擾亂對方 當我想跟你做動作 或者想怎樣走的時候 你就虛偽就入了 就是虛偽入 不會故意碰劍 跟刀不同,刀就硬碰硬 硬闖硬,就是這樣 那就差不多了